当你没有帮伟人伪装成功 发现伟人 清洁开始 就被清除了 开门 例行检查 该死 怎么又来了 那你先戴帽子遮住触角吧 然后跟布娃娃借个眼睛 这样没问题了 一切正常 那上二楼 开门 例行检查 天天都来查 烦死了 哥们你触角挺多呀 先把你触角刮下来 然后把触角放到锅里 做一盘美味的章鱼烧 是不是很开心 一切正常 继续下一层 开门 例行检查 糟了糟了 我还没准备好 你的脸被人揍飞了 那用画笔给你画一张 你这脚也不对劲啊 给你穿一条长裤吧 这样没问题吧 一切正常 那就上四楼吧 开门 例行检查 哈哈哈哈 终于来了 妹子是表演直升飞机嘛 头先消停一会吧 然后给你杠铃降落吧 好像也没啥道具了 开门 一切正常 诶 我去 有伟人 快来救救我 好漂亮的小姐姐啊 开局一定要先救奶奶 我不要 我要我的老伴 哦 那让老伴去陪你吧 干什么火呢 招惹你了 帮他们改造旅途环境 这回可以救奶奶了吧 我不要 我要我的孙女 哦 那让孙女去陪你吧 是谁教你这么玩的 这回可以救奶奶 我不要 我要 那给鲨鱼箱个金牙吧 我去 我后悔了 怂了吧 那先救下奶奶 放我出去 我要开急跑 奶奶还不消停啊 给我停下 那这次就给爷爷旁边的床箱上金鞭 再把船内的环境改造一下 然后安排点好吃的 再整一个暖炉舒坦一下 这只老虎咱也给它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这下可以给爷爷旁边的铁框箱上金鞭 我可没得罪你啊 好像是哦 那就把爷爷救上来吧 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孙女咱也把他救上来吧 心里巴凉巴凉的 哎 怎么就剩下一点钱了 那直接把洞补上就可以了吧 有知啊 这趟旅途是真闹心啊 啥 这样不对吗 我的天呐 爷爷太危险了 先给爷爷换一身衣服 穿这衣服 就还想要点别的 是不是想我了老伴 我知道了 给爷爷请个女佣人 老爷请搓备 还是感觉缺了点啥 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那我知道了 再给爷爷安排两个佣人 老爷请喝茶 好 但还是觉得差点什么 果然心里还有我 我知道啊 是不是差一张舒服的床啊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我 还有我呢 我懂你 应该是忘记了装修地板了吧 对对对 你真会忘 然后再给你种一些绿色植物 净化空气对吧 再安排一个与世隔绝的 钢门增加安全感 我想起来了 我老伴还在墙上 那先把奶奶旁边的怪物赶走 再给奶奶底下的仙人掌美甲 这下就可以给奶奶下面的马桶 向上金边 没事的 我会记住你的 嗯 这回奶奶肯定会感谢我的 那就都别玩了 不压坐飞机 不去 奶奶脾气好大啊 当妹妹偷走了姐姐的幸福 凭什么她能嫁给A氏首富 姐姐这福气就让我替你想了吧 我不是在结婚吗 怎么突然变成了妹妹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想福 现在轮到我了 那化妆品就给妹妹 这么漂亮的脸蛋 当然要化最张扬的妆 电丑的姐姐就要保养 早就说了让妹妹注意防晒 她就是不听 在读书提升自己 终于不用照顾慕容那个巨婴了 每天修身养性 感觉状态恢复了不少 那手机就给妹妹了 电视剧真好看 忍不住看了两个通宵 高热量食物也给妹妹 你怎么胖成这样啊 老公 咱们这叫幸福肥 你说是就是咯 那姐姐去游泳吧 回到一个人的生活 终于能找回曾经的爱好了 姐姐变瘦了 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了 重回职场的感觉真好啊 那礼服就给妹妹穿吧 慕容哥哥最疼我 每天带我参加party 然后你们继续去放纵呗 慕容哥哥喝完酒 怎么像是编了个样子 姐姐就去创业吧 把自爱吃的东西 变成了赚钱的小副业 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 让百万网友 享受我的创业技巧 事业也越来越顺利 那情书这玩意 是给妹妹的吧 女人 你竟敢说其他男的情书 慕容哥哥喝了酒就打我 家里的钱也都被他花光了 你这下惨了吧 那把窗帘打开 姐姐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姐姐 你在哪 快来救救我啊 老娘要去享受生活了 谁也别想打扰我 先把头上的袜子给小姐姐 好啊 来自投罗网是吧 这就揍飞一个了 要赶走乡亲的人 你不够高就不要蹦搭了 送你个牛奶回家发育吧 小朋友要多喝牛奶 长长身体 我去 这是泥人吗 大妈用水滋他 你来乡亲都不洗洗澡吗 对呀 你 这是十月怀胎了吧 先来捅华拉士捡减肥吧 帮你捡减肥 这个是干嘛 衣服脱掉 老头子 你来这凑热闹干嘛 妈爷 老头胆子挺大呀 这个喜欢喝奶茶吧 把奶茶大酬冰给你 这不是再排奶茶吗 原来搞错了 这家伙干嘛剁奖 书枝给你当拐杖 走走路突然瘸了 怎么就突然瘸了 这人相亲拿红绳干嘛 等等 这狗不会是你家的吧 你跑哪去了 我找你半天 果然是这样 我去 这家伙带两娃也来相亲啊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道具 这手机 哦 你也两个娃嘛 我可养不起四个娃 这下知男儿退了 这个好像还不错 让他进来吧 帅哥彩礼只需八百八十八万 他怎么不吭声啊 是用这洗脚水吗 点不动啊 他不会是个笼子吧 这该怎么办 如果把蜘蛛丝给小姐姐 我去 原来还有一个 被发现了 趁他还没发现我 我得赶紧下去 这是在玩躲猫猫吧 那先把藤蔓给你 还好 老仓库缺少打理 这边的壁壶也给你 还会长出来的 原来是他尾巴呀 那这窗外呢 这风筝线也给你吧 我会赔偿的 这边还有数据线也给你 还好 今天带了充电器 这还有啥呢 这边狗声应该不行吧 等一下狗会叫 哦 这地上还有一条皮鞭也给你 还好 有一段水管 是水管啊 这偷偷跳下来行不行啊 诶 丝袜也可以哦 还好 我这丝袜够结实 对了 这水龙头也有一条绳子可以用 我以后一定修 这边的袋子绳子也可以吧 还好 仓库里有绳子 要偷偷走 别被发现 我去 零了零了零了 注意看小姐姐的手势 是红色的手势不对 刚刚谁在捣乱 快帮我找出来 所以选择她 第三位 就是你 都被你看见了 很明显 好不好 妈呀 你这手都懒得动了吗 刚刚谁在捣乱 快帮我找出来 刚刚很明显 没动的手是蓝色的 应该就是你了吧 就是你 你这眼神也太好了 这么明显 你别当我是瞎的呀 诶 这回她手不动头在动啊 刚刚谁在捣乱 快帮我找出来 虽然这位是黄色支架 但她的头是绿色的 所以她不是 应该是黄色支架 搭配黄色头似的 诶 打到你了 摇个头都能发现 你真当我是老花眼啊 我去 能不能敬业点 刚刚谁在捣乱 快帮我找出来 刚刚紫色的手 都反向运动了 真当我没看见啊 就是你了 不懂幽默的家伙 问题我不能说谎呀 哦 这次是粉红色的手 没摆好 刚刚谁在捣乱 快帮我找出来 咱们来找找粉红色的 诶 肯定是她了 你冤枉我 我不跟你们玩了 怎么就不对了 强哥是在摔跤 还是在被刷呀 先消停惠儿 强哥先穿上衣服吧 这关要在老板到来前 收拾好办公室 先让强哥坐到椅子上 下面的瑜伽垫这么脏 用布把它擦干净 然后把这些散落的笔 还有桌上的笔 统统收拾好 这边还有什么东西 我去这么多东西 这衣服应该是女教练的吧 你这女教练 是摔坏身体了吗 这地上还有纸 也扔进垃圾桶 这些书也把它放进柜子里摆好 这个是放音乐的吗 拿不了 上面有个监控 哎呀 怎么都拍下来了 赶紧删除 还有什么没收拾好的呢 这个女教练 应该是强哥的秘书吧 那她坐在椅子上很合理吧 这边还有瑜伽垫 先点好 诶 怎么有个手机 这是谁的手机 汪前台 李教练 这些应该都是要删除吧 就单独留下一个老板 然后把手机给强哥 这边瑜伽垫怎么办 应该是把它收进柜子里 这样看起来应该很正常了吧 可以让老板回来了 应该不会发现 他们在学习摔跤吧 不好好工作 干什么呢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啊